12月11日下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陕西联络处 在西安举办香港厨房 at 陕西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烹饪比赛 点心制作等形式 让更多陕西民众品尝了原汁原味的香港美食 也推广了香港餐饮文化 香港作为全球经济 旅游 购物中心之一 既是中西文化聚集之地 同时也集中了世界各地美食 因此香港饮食文化既包含着东方的韵味 又兼具西餐的元素 我们也选了美食作为主题 就是因为这个也是香港 很多内地朋友对香港的了解 也是源于香港的美食 然后食物大家都爱吃 好吃 都是吃货 然后这个主题也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民 也许可以跨越地域 跨越语言障碍 来大家互相分享 大家除了欣赏这个美食以外 也是希望能了解到背后的文化 背后每一个种美食 点心的历史 背后的故事等等 也更对美食出了气以外 对里边的文化底蕴 有更深厚的多一层的了解 在活动现场 由在陕港人与西安当地民众 混编组成的两支队伍 在粤菜大厨的指点下 开始进行厨艺比拼 通过食材挑选 现场烹饪等环节 港式咖喱牛腩饭 鲍鱼汁 焖鸡汁等港味菜品 和点心的香气 弥漫在空气中 参加本次活动的在陕港商 容志伟向记者表示 此次活动能推动西安本地民众 对香港美食的认知 近年来在西安开了很多粤菜馆 包括一些港式茶餐厅 颇受当地年轻人青睐 粤菜也好 或者一些粤小吃也好 都已经慢慢进入到西北西安 那个市场 我觉得大家也都很接受 好几个新开的那个冰湿餐厅 天天都是排队的 偏偏都是需要等位的 那我看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慢慢 也接受一个港式一种的 一种饮食文化 李韵岩表示 陕西饮食种类繁多 美食文化独特 此次把香港美食带给陕西的朋友分享 以后也希望将陕西美食带回到香港 让香港民众多了解陕西美食与文化 用美食搭建味蕾之桥 促进香港与陕西的人文交流 这是那个泡馍 还有那个肉酱馍 这些都是香港人对陕西美食的 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是当然了 我也知道那个陕西 尤其是西安 作为一个十三桥古都 其实在美食也有很悠久的历史 也有很多很丰富的文化历史 比如说那个葫芦 这些都是很多有故事的一些菜式 以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分享的课题 到香港应该是会很受欢迎的 就是这些小 svip的菜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